大家好 金钱树养久了 大家就会发现它不长新芽 而且它的长势也会非常的缓慢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这个金钱树 把这个盆土里面的土壤已经消耗殆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给它换盆了 这个金钱树它是一个快跟进的植物 在拖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这个金钱树它的快跟给破坏掉 首先这个金钱树拿出来 我们要拍打这个盆壁 把这个土壤给它松一松 然后拿出来就更简单一点了 看这个金钱树养了一年多 它的根系已经把这个泥土全部吃完了 这个盆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泥土了 全部都是它长的这些根系 换盆最关键的一个要点 就是给它修理一下这些烂根 还有这些比较杂乱的这些根系 如果有那个分珠需要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进行分珠了 分珠之后呢 这个切口呢 我们最好呢 是可以用这个草木灰来给它涂抹一下 草木灰呢 这个是可以防止这个伤口伤流的 当然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草木灰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多菌灵给它做一个处理的 这个多菌灵给它对成一个溶液 直接就可以把它泡一下就可以了 效果也是一样的 好的稍微给它晾干一下 我们就可以准备给它配置土壤了 金钱树的这个土壤呢 我用了这是三份这个椰康 还有一份这个河沙 还有两份这个圆土 还有三份这个珍珠岩 把它混合一下 这个金钱树它的根系是肉质根的 不要怕积水 我们在加这个颗粒土的时候呢 就给它加多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选花盆 养这个金钱树呢 最好是用这个透气孔比较多的 这个控根花盆就非常的不错 这个透气孔非常的多 就可以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透走 可以避免积水导致的浪根 换盆的第二大操作呢 就是给它加底肥 我加的是这个缓式复合肥 如果有那个有机肥的话也是可以的 而且呢有机肥 它的肥力释放比这个缓式肥还要慢 而且呢不会烧根 把这个金钱树扶正再埋上土壤就可以了 这个金钱树换盆这一套动作呢 到这里就算是完成了 因为我们刚刚给这个金钱树分租了 它的切口面积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上盆的时候 这个土壤呢最好是草土上盆 在接下来后续的养护之中呢 就不要再给它浇水了 包括这个定根水也可以省了 养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再给它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养护环境要以这个通风阴凉 不被这个阳光暴晒的这个环境最适宜 好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